隔年37岁的李安终于异常夙愿 正式当上导演 第一部作品就是中影投资的国片《推手》 那我所看到的是他真的每一个镜头 他不断地一直在动脑筋 一直在想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导演 甚至就是一些小的动作 或者你会觉得说观众看不到 或者说哪个角度啊什么 他会在你里面琢磨很久 其实他知道他在很有限的范围里面 很有限的时间里面 他把它完成 道具都是朋友家里 有些朋友家里搬来的 男主角的孩子 也是李安的儿子 电影《推手》 描述传统的东方父子 与美国媳妇相处的家庭关系 微妙地刻画东西方文化差异下 家庭轮离面临的冲击 西方人对这个话会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这样子的家庭 这样子的家庭观 或这样子的爱情观 或这样子的父子关系 像那样子 那我会觉得这个会是很讨好的一个题材和主题吧 然后和台湾的观众或华人的观众 也可以感受到 那西方的观众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乐趣 推手一出手 全球票房突破3200万美金 并于1991年拿下第28届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配角 和评审团特别奖 接着亚太影展 勇夺最佳影片大奖 李安指导的首部电影 口碑票房双赢 让电影公司决定继续投资 其才更为敏感的体验 同样描述东方家庭和婚礼的喜宴 有许多热闹的婚礼场景 其实都是李安自己 或是亲友的切身经验 尤其婚礼上的闹酒花招 正是当年李安婚礼情节的翻版 有种取美种吃 其实李安她自己的路径 那大家就说大家就都在那里面笑 因为其实像戏曲考课一样 她总是要在自己的店里面 就说露一下脸 那时候我说那我也要路径 所以我也有在里面 就说恩斯搞了一个镜头进去 包围 这不是陈虎小事啊 陈虎 陈虎楼上凤凤吗 然而喜宴所描述的不是传统家庭 而是深度刻画同心恋男主角 如何面对传宗接待的压力 刻尽孝道的尴尬 这所以先拍推手是因为 第一个推手比较没有争议性 然后那喜宴是因为 是跟同志有关系的题材 在90年代初 其实是有一点争议性 所以她摆在第二部电影去拍 而且也是因为推手的成功 这个我可以保证 那绝对不是同性恋 就是 它就是一个不同的观点去看 一个中国世代夫的一个老家庭 一个老将军 儒家的这种老将军 他有一个gay的儿子怎么办 90年代 同性恋话题是敏感的 是受瞩目的 喜宴未上演先轰动 现在1993年柏林影展 获得金雄奖肯定 正式上映后 票房更是惊人 不仅在台湾突破一元夹击 拿下六座金马奖 也让台湾电影在1994年 首次入围美国奥斯卡最佳外遗片 多年的执服到40岁终于广阔肯定 李安的感受却是压力远多于欣慰 其实老师跟你讲 那次我并没有享受那个得角的滋味 因为我得到的时候 因为那么大的东西 我也不晓得怎么接受 其实是空白的 当我有知觉的时候都是压力 我想到我人生要变了 那我像一个小孩一样 我怎么应付这些东西 那回到台湾 就是感觉到受压力 注目很多 压力很大 1994年 李安开拍第三部国片 《饮食男女》 描绘90年代的台湾家庭故事 谈生活 谈感情 谈性 我知道这件事情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可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 哪个被盗了 我认识一个男孩 男的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 不过因为他家很大 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 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快乐他的小孩 他就跟我讲戏 他就说你就 你就听那个音乐 听得像很专注 很虔诚 然后那个摩托车 过来停在你前面 然后跟你讲话 你没听见 他讲戏的那个 很可爱啊 对不起 你搭公车啊 然后你就会跟着他讲戏的那个进去 是谁每天在我桌上放那些肉麻细细的情书 是谁 既然改写为什么不敢承认 不要以为你躲着我就算了 等我把情书通通贴到布告来 签下对比记 我看你往哪里躲 你躲吧 我那个拍完头皮 讲完之后我头皮发麻 我就觉得 哇 我好像是那个老师上身的这样 照样的可以搁过各的日子 同样围绕传统家庭叙事 同样以父亲角色发展的饮食男女 连同先前的推手 喜宴 被外界合成为李安的父亲三部曲 他你知道外城第二代的 然后应该也很浓厚的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伦理和道德的观念 整个来说我是觉得他是很强烈浓厚的这种人文关怀 或人文关注这样子的一个导演 这个我觉得从头到尾一直都有这样子的 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在我的拍片里面我想有很多这样的元素 跟我个人的成长环境 还有我对父亲的这种 对压力的恐惧感 还有那种 会很介意他 他怎么想 这种压力 还有对他的爱 都是在混在一起的 这都是拍片以后 一点一点的 我看得比较清楚 这一期一定得办 结果呢 你看 在这 电影指导月见成熟的李安 靠着饮食男女 获得1994年亚太影展最佳影片 最佳剪辑 但全片调性优郁 国内票房成绩并不突出 而在这个同时 李安擅长细腻感情的导演功力 已受到国际瞩目 好莱坞片商邀请李安指导一部 改编自英国名作家 真奥斯丁小说的电影 理性与感性 李安正式进军好白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